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來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英國的鐵路 因為上集跟大家說了英國的道路 英國的鐵路都很重要 都是英國的骨幹 它的重要性不單單在客運裡面 因為客運怎麼都不夠 車用量那麼大和那麼便宜 但是英國的鐵路運輸都很重視貨運 英國是第一個工業革命的國家 而且它有最舊的鐵路系統 所以都有很多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都呼籲一下大家要like 和去share我的影片 要comment 還有我開了facebook專頁 都希望大家去支持給個like 和support我們 都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 接著我們現在去片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一下英國的鐵路網 直至2017年英國的鐵路網 是有接近1萬mile那麼多的 英國的鐵路網覆蓋全國 由最北面Scotland的Fussell 到南邊 英國西南部最南邊的地方 叫做Pensens 都有英國的鐵路 英國的鐵路是全球第五繁忙的 而且它的安全性在以前也挺令人認同的 在2013年是歐洲最好最安全的鐵路 但是近年是有很多的故障 例如金融露 或延期協了 甚至在8月時發生了一個出軌的事故 在Stornhaven這個地方 在Scotland 導致有3個人不幸離世 所以近年來鐵路的事故都挺令人關注的事 在英國人的眼中,鐵路都是不太好的印象 都是一個很普通的題目,經常說有沒有故障,有沒有事 所以英國也是一個很重視鐵路的地方 但是英國鐵路的穩定性近年來都挺令人關注的 英國近年來鐵路問題多多,很大程度的原因都是因為 英國的鐵路網已經有接近200年的歷史 講一點歷史的事情,自從1840年代開始 英國人不停開一些小的私人公司去建鐵路 配合英國工業革命的發展 英國的經濟和工業發展都很依靠鐵路網的擴展 之後那些公司不停有收購的行動 收購下收購下就變了有四間大的公司 去到1920年代就剩下這個叫Big Four的四間公司 他們分別是The Great Western Railway London and North Eastern Railway The London Midland and Scottish Railway 和Southern Railways 他們四間公司都有他們自己的經營範圍 所以他們不會重疊 這個情況持續了大約20多年的時間 去到戰後1947年 工黨政府就推出了新的政策 叫Transport Act 1947 交通法 交通法就是整合了全英國所有的交通系統 就變成國有化 1948年1月1日開始 這些鐵路就收歸國有 他們成立了一個叫做British Rail 由British Transport Commission 即是英國交通委員會來管理的 到1950年代 英國的交通委員會就開始了大翻身 去現代化英國的鐵路 當中包括了換那些蒸氣火車頭便做柴油火車 還有翻身英國的一些訊號系統 但是自從50年代開始 英國人就越來越多人駕駛 因為英國的道路網的時候就越來越多 然後英國人就越來越有錢可以買到車 有價又不是太貴 相對於鐵路來說又比較方便 所以英國人就越來越少人搭火車 英國的火車就連年都虧錢 越虧越多 去到60年代初 保守黨政府就推出了一個改革 就是將British Transport Commission 交通委員會就廢除 就變成了一個鐵路局 一個 Railway Board 就成立了 他的目的就是將鐵路變成一門生意 去營運 大幅度去減少一些沒有用的鐵路 以及更新一些有用或者多人用的鐵路 去將它電氣化 去到70年代 去到70年代 就越來越多有高速火車的出現 因為有電氣化 以及英國的交通機件 一些信路系統都配合到 就開始有一些高速的火車 在英國的鐵路網裡面出現 而80年代就是戴卓爾夫人的時代 戴卓爾夫人就提出了 要再一次去減少一些沒有用的鐵路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價 去令到收入結系聲 從而可以達到收支的平衡 延續戴卓爾夫人的政策 保守黨的第二個政府 就是John Major的政府 在1992年提出了 要將British Rail私有化 私有化的意思就是 將British Rail解散 然後將它賣出去 拆開變成專營權的模式 來給不同的公司爭取專營權 那公司就可以在專營權範圍裡面 去營運自己的鐵路 1994年 British Rail就正式拆開了 給了專營權給那些公司 來營運他們自己的路線 跟Big 4的相似 那些公司都自己有獨立的經營範圍 但是那些交通的鐵路基建 例如車站、軌道 那些其實就不是由這些專營權公司所擁有的 那它是一間公司叫做RailTrack 是一間本官方的公司 現在就叫做Network Rail 改了名 那由這間公司去負責做維修 還有去做工程 那這件事就衍生了第二個問題 就是可能有一些公司 可能不是那麼有錢 或者不是那麼願意去扔錢出來 去做好些的房務質素 變成某些地方的房務質素 跟其他房務質素是會有分別的 那講完鐵路的歷史 都想跟大家講一下英國有關於鐵路的一些小知識 大家都可能有些興趣的 那第一件事大家要知道 就是有一些站就叫做Parkway 什麼Parkway 那例如這個Bristol Parkway 這個比較繁忙一點的Parkway站 就是跟Park and Ride這些system有關係的 那Park and Ride是什麼來的呢 Park and Ride就是泊車轉乘的中文 那泊車轉乘就是你可以駕車或者搭車 從市中心去到這些比較外圍一點的站 那這個外圍一點的站 就可能有很多一些主要路鋼道的火車都會停的 那你就可以泊車或者駕車過去 然後轉火車 那那裡泊車的收費多數都不貴的 因為它是遠離市中心的範圍的 那你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如果去一些比較大的Town的話 那你都可以選擇泊車轉乘這個方法 去Travel去不同的地方 而第二個特別一點的站 就是什麼什麼Junction 例如這個Dolfi Junction 就是兩條線的交叉點 那如果你坐到這個站 你就可以下車去轉第二個站 那它這一種的車站的目的就是給你轉乘的 那所以那裡 例如這個Dolfi Junction這個站 其實附近是沒有人住的 那但是主要是設定來做轉乘用途 那在這裡跟大家介紹第三類的車站 那第三類的車站 就比較少人去的 正常你應該不會去的 那就是跟一些公用設施有關係的站 例如是這個Limstone Commando的站 就是旁邊有一個海軍的訓練中心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已經關了 上年已經關了的站 就叫做Redcar Bridge Steel 它是Redcar這個地方 那但是呢 它是一個鋼鐵廠旁邊的站 那你不是鋼鐵廠的職員是不會搭的 那而且這個廠你已經close了 那所以是沒有什麼人 是直接沒有人用的 那有些鐵路的愛好者 就會去那裡拍照 那但是這個站上年已經close了 那另外還有一類的站 就是Request Stop 那因為英國有一些車站 那它不是很多人用的 也都不是很多車會經過這個站 停這個站的 那所以呢 它就會設定一個叫做Request Stop的系統 就是呢 如果你的車 你在一個站裡面 你要令到車停下來 載你的話呢 你是要揮手的 好像巴士那樣的 那而你要停 你在火車上面 如果你要在那個站下車的話呢 你是要跟那個服務員人員去講的 那它才會幫你 是令到車長知道是要停這個站的 如果不是正常它是不會停的 那這個就適用於很多一些小村莊的站 那那些其實呢 那那些其實呢 本身都很想close的應該 但是呢 因為要close一個站 在英國是很麻煩的 那所以呢 他們有一些叫做Parliamentary Train 就是每一個星期 可能只有一兩班車 去令到它keep著run這車 keep著run這個站 那就散卻了一些法律的麻煩的程序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這些站其實跟沒有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但是 有一些request stop就比較多人搭的 那所以呢 你也要看一下 到底你附近有沒有一個request stop 如果有的話 你都可以去試試揮揮手的 還有一個站呢 我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因為我都去過的 那這個站呢 是在北威爾市 就是North Wales的 那叫做Shanfire Bridge Green 不懂之後不懂讀了 那是一個全球第二場地名的一個地方 那它應該都是全球最長的車站名來的 那它這裡呢 都很特別的 是一個旅遊的地方 那其實它立這個名字呢 都是因為 旅遊的用途 給大家 啊好可愛喔 我都想看一下 那這樣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裡都有紀念品的店 那另外說起英國的鐵路呢 都要說一下 最新的一個鐵路的計劃 就是建造高鐵 那英國呢 剛剛就動工了第二條的高鐵 HS-2 High Speed 2 那就是由London Euston 這個站呢 就是去Burningham的 那大家都可能會問 那HS-1在哪裡呢 那HS-1呢 如果大家有坐過Eurostar 就是英國去法國那條鐵路呢 的時候呢 那大家都一定會去過HS-1的 那因為HS-1呢 就是Eurostar在英國走的路段 那在1994年 Eurostar通車的時候呢 只有法國那段是有高速的 英國那段是沒有的 那去到2007年呢 那HS-1正式通車呢 才是英國那段都可以走高速的 那它的速度可以達到時速 每小時300公里那麽快的 那現在動工剛剛興建的 HS-2呢 就有分到兩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London去Burningham 第二個階段呢 那它們分別呢 就會在2029年 2033年 還有2035年呢 是通車的 那真的用了很多錢的 它們是會用超過88個Billion pound 來到去興建的 那當然也不夠香港老鐵那麽貴啦 那但是 是英國那麽貴的高速鐵路呢 其實 快的時間呢 我想它們說是由三個小時快到兩個小時 那所以呢 大家就想一下 一個小時 快一個小時 那究竟值不值呢 那這樣 那這個就大家自己去衡量 大家自己去思考了 那講完一些鐵路的小知識 那都講一些實用的資訊給大家 那在英國呢 你坐鐵路呢 都不便宜的 那根據這個Train Line 我都是用Train Line去買票的 那Train Line呢 就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價錢 那例如呢 我就試一下找一下 那例如是London去Edinburgh 是要多少錢呢 那它火車就很快的 其實算幾快的 四個多小時就已經由London去到Edinburgh 那其實跟乘飛機 你還要計算去機場的時間 一起的時間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 那我看到有便宜的票 那其實呢 是五十多磅 那一般正常的價錢就是一百零幾磅 那普通的票 那如果有些First Class的票 就可以去到二百多磅 那大家就自己想一下 看看貴不貴 那如果大家覺得貴 又想搭火車呢 那都有一些Rail Card可以幫助你便宜一點的 那一年就三十磅 那如果你是學生 如果你是老人家 或者你是兩個人一起搭同一架火車去買票的話 那你都可以有三分一的優惠 那這個三分一的優惠呢 只是適用於Off-Peak 那所以呢 大家都要看著搭車的時間 那這樣 如果不是你就要補票 要再加錢 那另外還有一樣東西很有趣 就是叫做Split Ticketing 那這個呢 其實可以幫到你省到錢的 那例如呢 如果你由London坐火車去Manchester的話 你中間是會經過某一些的站的 那例如停Milton Kings這樣 那如果你買London去Milton Kings的票 然後再買同一班車 由Milton Kings去Manchester的票 那可能呢 總價錢呢 可能不一定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是會便宜過 就這樣買一張倫敦去Manchester的票 那這個呢 大家就可以上這個網站 去看一下 究竟 那個Compare 它會幫你Compare的價錢 那如果它便宜過的話 那你就可以省到一筆 都幾大的Discount的錢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都希望你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如果大家真的很支持我們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有些問題都可以在下面問的 那記得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